我是真的不希望他再 不会的 这种情况不会发生 一定会有办法的 我们一起想办法 好吗 乐乐 怎么了 我不想多走速 是害怕了吗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心外科里很多医生 都很关注你的健康 大家都很努力 你要对我们有信心 要相信我们 七年前我们可以治好你的病 那么七年后 我们一样可以的 是 乐乐 你要相信秦医生和米苏姐姐 好吗 米苏姐姐 已经不在了 对吧 没办法 我找到了 你不在了 我找到了 你不在了 我找到了 如果你不在了 你不在了 我找到了 还偷吃零食 导致断食中断 而且 他对手术的抵触情绪很大 保险期间 就出得延期了 那延当什么时候 现在还不能确定 不过 也得尽快 我和他妈妈聊过了 这段时间 会努力做他私下工作 行 那你尽快处理 好 乐乐 我不是故意要骗你的 我叫米白 米苏她是我的双胞胎姐姐 我们俩长得一模一样 所以你才会把我当成姐姐的 我那天以为这样 会给你带来希望 所以我就 你们大人就喜欢骗人 我都已经习惯了 都是我的错 我不应该骗你的 嗯 这样好不好 我向你承诺 我以后都不会再骗你了 而且 包括在你的病情上 好吗 黎医生 我想休息了 你先出去吧 给秦医生煲了鸡汤 好好补补身子 乐乐马上就要手术了 可得好好给你们加油打气 这次的手术 一定要顺利 乐乐手术 可能要推迟了 为什么 她状况不好吗 非常不好 非常不好 她知道弥苏去世以后 就对手术不包任何系统 也不配合我们 这样 她刚刚知道这个消息 一时之间难以接受 也是正常 可是她的情况 已经不能再拖了 你说 七年前她和米苏是病友 得的是一样的病 七年后我刚回心外科 她又回到我手里了 我是真的不希望她再 不会的 这种情况不会发生 一定会有办法的 我们一起想办法好吗 对了 明天我想去趟书店 你要买什么书吗 不是 是热了 最近 饭也不迟人也不理了 就只看作家江东 写的书 我就想买两本 哄得开心开心 咱先生 咱先生 我们在这儿 不好意思啊 我有那么一点小进士 好朋友 陪我好久 那个 我 自我先说一下 我是苏工作室的苏盈 这个是我们的主案设计甜美 我们这次来呢 就是想跟您沟通一下 我们这次改造的一个主要的方向 江先生 平时喜欢晚上写作吧 晚上写作是不是更容易激发灵感啊 每个作家都有每个作家的癖好 有的人喜欢在浴缸里写作 找林凯 有的人喜欢背着弓箭的创作 我这种癖好已经很正常了 这正常吗 别动 很贵 很贵 正常 绝对正常 每个作者都有自己写作的一个特殊癖好吗 只有在令自己舒适的环境下 才能创作出像暗夜黎明这样优秀的作品 你在追我的新书 看了一些 不过我更喜欢您早期的作品 破茧 更有味道 那你跟我说 什么味道 一些 不可描述难以言语的味道 优秀的作品会让不同的读者 品出不同的味道 果然是顾会界的读长 那是 我们师姐绝对是姜东先生您的 知音 特别懂您的这个味道 与我评论 其实 不瞒您说 我是为了跟姜东先生合作 才特意去看了您的作品 当然 我现在已经成了您的粉丝了 虽然有一定的目的性 但我很欣赏您的工作态度 非常细节 细致 难怪 苏小姐可以成为优秀的设计师 谢谢夸奖 那 姜先生您的资料不都看过了 我们这次来呢 就是想跟您聊一下 我们关于设计的一个想法 天美 哦 那个姜先生您看一下这是我们 不用了 这个案子是一周前提的 对啊 那就对了 怎么您是 已经跟别家合作了 没有 我只是改变主意不想装了 姜先生 您 您要是有什么顾虑的话 您可以跟我们说 我们可以沟通的 对 我们是真的很有诚意的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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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 我也一直很欣赏啊 苏设计师的作品 我也挺期待与你合作的 谢谢 不过这次 我临时改变主意 是我个人的问题 还希望见谅 我呢 现在是工作状态 还要再找找思路 你们随意 我肩膀 创作 您懂吗 你们随意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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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妈妈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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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细节跟结构 其实还可以再调整